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教育部日前公布107年度教学卓越奖最后的九所入围幼儿园名单,新北市深坑及安坑国小富佑两园都名列其中,深坑富佑的五岁男仔的百岁老街前岁西,由教师带住一群爱乡爱土的小天使守护老街与溪流,而玻璃娃娃小青也因参与计划,化身古厕导览员, 坚韧与认真的身影,让小青妈妈感动到泪流不止 深坑富佑主任简茉莉说,离缓成骨不权症的小青,无法参与激烈活动 小班的时候,动不动就摔断手或脚,身上无时无刻都必须穿戴护甲简茉莉回忆 小青中班时,一听到可以担任骨错导览员,立刻自告分勇,想透过静态解说 向游客介绍古厕的建筑结构与特色,还有当初建造的历史与过程 一开始小青妈妈还很不放心,会跟住小青导览,看到小青自如自在的模样 才松一口气,深坑过小校长郭熊君说,导览过程中,都会有大人陪同在侧,让小青在走动过程不要被碰撞到 口齿伶俐又具备丰厚知识的小青,每当导览完,都能获得热烈掌声 不止如此,小青还会到老街的社区发展协会当起播音员,透过广播放送,以至嫩的童年介绍街景与文化,吸引不少游客的注意 小青妈妈说,为避免意外骨折,小青自小与外界互动相对少,但就读幼儿园后,不仅交了好朋友,更走入社区 当我看到小青大访的向游客介绍古错时,真的非常感动 固定接受治疗的小青,身体状况也越来越进步,身高跟同龄孩子无异 听过两年导览员磨练的他,也多了一份被看见的自信 如今9月即将生小一的小青,也想再学习新技能,向大家介绍老街的美好